有一个事实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人口14.178亿 不是依然比美欧国家人口 总数加起来还要多吗 不知道有关的媒体记者 如何摇身变成了 人口统计学专家和社会学家 得出从何得出 中国人口危机说 这个结论呢 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来 在中国发展的 几乎每一个关键的阶段 西方都会对中国 做出种种的评判和预测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论调 我们知道的都是各种 花样的中国威胁论 或者中国崩溃论 但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 这样的种种的论调 后来都一一被事实打脸 我们希望呢 热衷于炮制各种论调的人 也能和我们中国人民一样 健康快乐的生活 共同去迎接并且见证 中国梦的实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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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